有个花友啊,桂花养的不好,然后出现了毛病,说是寄给老花姨,让他让我给他救一下,咱们继续挑战,花儿们寄什么花,就给他救什么花,话不多说,先开箱 每个话都说,老花姨,你开箱的时候不是用这个刀,就用那个刀,就我跟花儿们说,我不敢很暴力的去拆 肯定跟咱们大家伙不一样,我就怕给他拆死了,我先暴力拆了,我就拿菜刀一刀两断了 我再给花儿们说一下,你发货的时候,你别这么发啊,你别弄个塑料袋,给他套根里面这样事儿的,你弄点湿巾之类的 这花有了,桂花又降喝吸去了 这是我越乘风回去,又恐穷隆一语,高处不胜寒的,你这一天的 你这养花吧,你养大将,你酿将了吗,你一天到晚的,你去 你将那样水干好啊,干好啊,哎呀 哎呀呀,这哪是养花呀,宝贝,你这 你叫什么家养花这么个弄水法的 没事,咱说实话,现在这个季节,你裸根弄过来,只要是这个桂花 没有大问题,他也死不了,这个就是水大 哈哈,哎呀,哎呀,这条都开始发黑了,你这是 你这水命龙王了,啊哈 因为那土还黏糊糊,哎呀 哈哈呀呀呀呀呀,你看你用的是啥土啊,哎呀呀呀 为什么他们喜欢养桂花,就喜欢用那种垂泥土 那是他们呀,15年之前,好多人说,绣球就得用沙子啊,就得用泥土养啊 用泥炭土养不活啊,你看咱们260亩不都是绣球吗 他们说这个用泥炭土养花不行,你看这个三角没老多 他不也活了吗,你看下面不也泥炭土吗 你看咱们家哪个不是啊,那桂花,那老桂花不也是吗 对啊,那俩桂花不也是吗,我跟话我没说啊,现在此时此刻的这个情况 就不适合用什么泥炭土,就纯火山岩啊,就像咱们那个北美东青一样 好多的话,老花一我这个可以吗,我那个可以吗 你要了解,他这个是要死了,要赶屁了,现在只能用这个了 你正常的花,你就正常的用正常的土,它是特殊情况 你打个比方说,那个谁,老王,得病了,他挂了个尿袋 老花一,我也想挂,来,我给你挂一个来 你一天到晚,你养花,你养花,你就喜欢寒丹学步,就就就喜欢不听话 你这一天到晚的,哎,这没招啊,现在这个,这没招 你就用纯火山岩 现在就是饮根,缓苗,透气,别的没办法 我觉得今年的花有比去年的花有难带,你觉得呢 啊,新生啊,都是新人啊,新生学习不好 新生学习不好,怎么办 打,打,我觉得也能打,能打,我都揍不住了 要是修,以前那个老师能揍人的哈 我跟你说,就这些花有头上一个那个都得起大风 你给养个花哪有那么难,哪有那么难 我再给花有们说一下,这个植物离开土,它是能活的 好吧 所以说你别总是一个劲的嘎嘎咬嘴,嘎嘎思飞 它植物的本身的自我有野生能力的 你别一个劲的嘎嘎的干 哎呦,我那个天的,你看你们的一个这个 现在这个没办法,这个花有的桂花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跟那个北北中青一样 这个地方叫什么,叫ICU是吧 是不是可以做叫ICU急症科 好了,这么这两个呢,是同样,同病相连 一个北美东青,一个桂花 都是要死不活的了,只能就是重症患者 就是怎么说呢,用点存的那个火山炎 爱活不活就啊,这个没办法了,对不对 人家大夫也这样,这个没救了,用药也没用,用啥也没用 就是靠他自我反省,反省了,他能活过来就活过来 再给画我们找找一项桂花的,你看去年 去年花有寄过来的两颗桂花,这个是去年的一颗 这是今年的一颗,今年的一颗新长出来 叶子总是白白的黄黄的,不是那么绿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啊,总是敲光 我这边没有光照,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个一定别浇水了,一定别浇水了 然后呢,等光照出来以后,我要这段时间不停的去给他施飞 不停的去给他施飞 这个营养是有点功不上了 现在根系是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害怕他不长新根,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最近一段时间浇的水特别多 特别多,特别特别多,知道吧 就是别总浇他水了,这个已经活了 然后这个呢,也是已经活了 这个是月桂啊,月月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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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油,这个花油,他就不长叶子 不长叶子,我也是没办法的 他没光照,没光照,我又不敢给他施飞 也不敢给他浇水,那只能等,只能靠 你这两天又一直阴天 这个这也没招了 所以,花油没呀,养桂花也好,养什么花也好 一定要浇水,干了再浇,不干不浇 你就看看我们大棚里面,我们哪谁天天闲的没事 就天天从脑到碗拎着水管再浇水了 不都是等干了再浇吗 这错我们一定要盖的这个事啊 不,这个银行也活了,好了 我是老花一,养花推转一啊 别的不说就点个赞,下期再见,拜拜